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东江来找黄天爷 顾迪接待 晚上给他安排了火锅接风 东江人很少有吃火锅的习惯 不过魏公记的海鲜火锅却是云海的一大特色 在当地很受欢迎 顾迪早就叫人订了最好的包间 到的时候魏公记的老板就等在门口 看到顾迪的宾利使来 那老板立刻跑过来 笑微微的拉开车门 弯着身子说道 顾迪这时候才摆出一副公子牙内的模样 今天我可请的是贵客 一定要把你们最好的水平拿出来 顾迪放心 早就安排妥当了 一会儿我亲自监除 魏公记的这位老板是个光头胖子 说话的时候脸上肥肉一颤一颤 顾迪这才摁了一声 等曾一下车 就一起迈步朝里面走去 这里是魏公记的总店 装修的是富丽堂皇 很上档次 虽然不是谈商务的最佳场所 但绝对也是云海市数一数二的好地方 很适合请朋友吃饭 这老板领着顾迪 直接上了顶楼的包间 沏上茶 又问道 顾少 是不是先上点凉菜 顾迪却说 直接烧锅吧 一会儿还有几个朋友过来 你吩咐一下门口的人 来了 直接领这儿来 都安排好了 都安排好了 这老板见顾迪 没有给自己介绍增益的意思 就很识趣的告退 去安排上菜 上火锅了 在房间里 顾迪热情的招呼着 哎 上 老曾 今天你是哥 上个座 增益过去随便找了个位子坐下 行了 今天我就坐这儿了 又不是外人 整这些个有用没用的干啥 顾迪就挨着增益坐下来 嗨 随你 反正今天你最大 咱们两个可是好久没有一起喝酒了 先来两轮 增益微微一笑 这不好吧 还是等人齐了才开始吧 嗨 今天是给你接风 不管他们 他们到了 再填付快的就是了 顾迪哈哈笑着 就顺手拿起了桌上的酒瓶 而正在这个时候 包间的门被推开了 传来一阵银铃般的笑声 就听一个女生说道 顾少 你这么说 我们可是真要伤心了 顾迪只好先放下酒杯 笑呵呵地看着进来的人 来的是四个人 三男一女 为首的一个女的 增益还真觉得眼熟 只是一时想不起是谁 顾迪站起身来 先指了增益一笑 来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增少 是今天的主角 这顿饭就是给增少接风的 哎 增益 这位美女你肯定认识 大明星水木烟 增益不由露出笑容 心说难怪这么眼熟呢 原来是鼎鼎大明的天后级歌手水木烟呢 他赶紧说 久闻水小姐大明真是如雷贯耳啊 水木烟咯咯笑了两声 今天能够认识增少是木烟的荣幸 以后还请增少多多关照 说完 他介绍自己身边的人 这位是我的经纪人姓刘 这位是安白 是我的好姐妹 这位是他的男朋友植木天野 增益很是意外 他本来是准备明天去尝试联系一下黄天野的 没想到竟然在这儿给碰上了 他就笑着伸出手去 黄医生 久仰大明 众人看着增益 心里感觉奇怪 明明明介绍了说是植木天野呀 为什么要喊黄医生呢 而且也没介绍他的职业是医生啊 来者正是黄天野 他愣了一下神 伸手问道 曾先生认识我 啊 少海波是我师兄 向我多次提起黄医生 脑外科领域有名的神手吗 黄天野恍然大悟 啊 原来是这样啊 你师兄近来可好 我听说他现在是 南疆省人民医院的常务副院长 啊 是 哦 黄天野恶了一声 随即淡淡的笑道 原来是真的呀 我还以为他是编出来骗我的呢 曾毅脸上神色没变 心里却微微有些不快 这句话说的 好像邵师兄这辈子 都当不上院长一般 他一伸手又说 鸡尾别站着了 快请坐吧 顾迪 没想到曾毅还跟对方里面的一个人认识 心想自己今天的安排看来不错 有熟人的话 喝起酒来也能痛快一些 他说道 曾少的东家来 我很高兴 今晚上咱们不醉不休 一定要让曾少喝尽兴 黄天野一听却说 对不起 我是不能喝酒的 顾迪有点不高兴了 自己才说了第一句 就给撅了面子 实在是败坏性质啊 而水木烟 立刻拿起酒瓶 给顾迪倒满一杯 笑着说 黄医生一直都是不喝酒的 今晚我陪顾少和曾少喝 安排在桌子底下踢了一脚黄天野 黄天野解释道 我是个脑外科大夫 从来不喝酒 因为喝酒会麻痹神经 导致我握不闻手术刀 顾迪在鼻孔里打了个哈哈 不置可否 他对黄天野有些不顺眼 心想 你不就是去日本学了几天 怎么摸手术刀吗 就这么大将就 人家曾毅还给英国女王治过病呢 那还不是酒照喝饭照吃 也没想跟你一样矫情 曾毅出面打了个圆场 对于大夫来说 喝酒确实是太无视了 我要是喝了酒的话 就不会再把脉了 曾毅觉得 好歹人家也是师兄的老同学 他还是要维护几分 再说了 自己不是还想着 把黄天野争取到南疆去吗 顾迪一听 就举起酒杯 那咱们有酒的 就端起酒杯 没酒的以茶代酒 第一杯 敬曾少 算是给曾少 接风起尘 曾毅呵呵笑着 严重了严重了 这杯我敬大家 今天能够认识在座 这么多位名人 我很荣幸啊 水木烟和安白 是见过不少世面的 对曾毅有些好奇 能够让顾迪 亲自摆酒 接风 又一口一个 曾少曾少的 显然这个 曾毅来历不浅 不过 他们倒是 头一次 见到如此 谦逊有礼的 世家子弟 一点架子都没有 很有亲和力 不会叫人 觉得有压力 两个人都举起酒杯 今天能够认识曾少 我们也是非常荣幸 顾迪放下酒杯笑着说 哎 这话是不会说错的 曾少平时可是很难能遇上的 今天你们两个 只要让曾少和高兴了 他金口一开 随便一句话 你们几辈子就都不用愁了 水木烟心里是暗惊不已啊 能够让顾迪这么说 这岂只是能量了得呀 他又赶紧给曾毅倒上一杯 曾少以后还请您多多照顾啊 哎 你别听顾大少的 他这个人最喜欢开玩笑了 曾毅嘴上这么说着 还是跟水木烟又碰了一杯 他喝酒痛快 是因为水木烟在酒桌上非常豪爽 倒是跟维向南有得一拼 安白和那位姓刘的经纪人 也是一人敬了曾毅一杯 曾毅是照喝不误 不过喝完之后 见水木烟又有举杯的意思 就笑呵呵的说道 这可不行啊 好酒要慢慢喝才有滋味 大伙吃菜 尝尝这味工具的海鲜火锅如何 这时候 姓刘的那位经纪人 从公文包里掏出两张门票 水木烟接过来 下兮兮的递到曾毅面前 曾少 下周我在云海市有个演唱会 还请您一定赏光啊 水木烟是最近两三年 出来的新生代天后级歌手 非常有名气 去年年底 他从娱乐公司出来 凭借这两年积攒的人脉 自己搞了一个音乐公司 准备大干一场 为此 他几乎把所有的积蓄都砸进去了 这次云海市的演唱会是水木烟公司 运作的第一个大型活动 成功与否 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如果失败了的话 他的公司今后可能就得节衣缩食 来勉强维持 他之所以早早的来到云海市 四处拜访像顾迪这样的人物 就是希望能够把这场演唱会 做成功 曾毅笑着接过门票 谢谢谢谢 届时如果我还在云海的话 一定前去捧场 顾迪在旁边说道 老曾 来了就多待几天嘛 我带你在东江好好转转 曾毅笑着 招呼大伙都动筷子 就解释道 我倒是想在东江多待几天呢 不过身不由己啊 顾迪奇怪的说道 嘿 南江省卫生厅离了你还不转了 要我说呀 你那不叫身不由己 而是自作自受 像我这样多自在啊 曾毅赶紧说 哎 这话你说了八百遍了 再说就没意思 水木烟和安白对视了一眼 为什么是什么什么卫生厅呢 像这种公子哥 如果不是像顾迪这样下海经商的 那都是手握重要权柄的 怎么会去卫生厅那样的冷牙们呢 黄天爷此时也说道 曾毅 刚才听到你说你会把脉 你是学中医的 对 我是个中医 你邵师兄是西医 你怎么会是中医呢 黄天爷说得很不客气 黄天爷见女朋友频频给曾毅敬酒 说好话 就对曾毅有点不爽了 他可不认为曾毅是什么大人物 哪有会把脉的大人物啊 他就是要揭穿曾毅 就见曾毅笑着回答 邵师兄以前学过中医 哦 黄天爷傲了一声又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 你为什么不去学习呢 这样你邵师兄好歹也能对你有所照应 现在搞中医 可是一点前途都没有啊 你应该向你的师兄好好学习 曾毅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这个黄天爷很傲啊 这口气完全就是高高在上 一副教训晚辈的样子 他淡淡的说道 人格有志 可顾迪早就看黄天爷不顺眼了 真是奇怪啊 你小子也配教训曾毅 在医学这个领域 能有资格教训曾毅的人 恐怕还没几个呢 再说了 曾毅还需要用谁来照应吗 邵海波的院长还是曾毅给照应来的呢 他就说 黄医生这话就不对了吧 我就非常相信中医 我觉得中医非常有前途 黄天爷脱口而出 你这是鱼 迷信 他差点就说出愚昧那两个字吧 还好及时收住 而那边水木烟三人顿时脸色煞白 安白在桌子底下狠狠踢了黄天爷一脚 叫他别再说话了 曾毅又帮黄天爷打了个圆场 看来黄医生对中医有一些偏见呢 不过也可以理解 现在很多人都对中医持怀疑态度 谁想黄天爷 却接口说道 这不是什么怀疑 而是中医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 顾迪当时是大为恼怒 嘿 你小子还蹬鼻子上脸了 你找揍是吧 他气得站起来 眼看就要拍桌子动手了 曾毅伸手按住顾迪 他倒是没怎么生气 这种争论 曾毅自打学中医以来 就碰到了不知道多少次 刚开始他还有点激愤 后来也想开了 只当是学术辩论罢了 没必要因此大动干戈 要想证明中医有道理 也不是能用拳头就可以解决的 看大伙的脸色都有些紧张 曾毅笑道 没事没事 学术辩论而已 水木烟手心都捏出一大把汗来 看刚才那架势 顾迪都有翻脸的意思 真要是得罪了顾迪 那自己精心准备了许久的演唱会 绝对就得泡汤 他朝安白看了一眼 心说 你怎么搞的 为什么要带这么一个不懂事的人来呢 水木烟急忙笑着 举起酒杯打着圆场 娇声说道 今天是给曾少接风 咱们不谈学术的事情好不好 又不是在开学术讨论会 大家说对不对啊 我敬大伙一杯 安白也是举起酒杯说道 学术上的事情太无聊了 谈这些都没意思 而且我们也听不懂 还是喝酒吧 他朝黄天爷使了个眼色 让他就此打住 赶紧顺着这个台阶下去 可千万别把演唱会的事情给搞砸了 可这黄天爷也是倔脾气 就听他说 既然小曾要辩论 那我们就好好地辩一辩嘛 他刚才还说曾义 现在就成了小曾 他意思就是 你这个小辈哪有资格跟我辩论呢 这一下气氛彻底搞僵了 水目烟急的 鼻尖上都出汗了 只用抱歉的眼神看着曾义 曾义朝他摆了摆手 示意没关系 然后说道 我是晚辈愿听黄师兄的教诲 黄天爷立刻说道 先说中医 起手先论阴阳 什么是阴 什么是阳 你用什么方法来鉴别 用什么办法来证明他的阴阳呢 还不是一生一张口 说阴就是阴 说阳就是阳 更不要提什么金木水火土了 那更是无稽之谈 世间万物 或许能分类归纳 但人体哪来的五行属性 你说我是金木水火土哪一种啊 就算这么悬而又悬的理论成立 难道分出阴阳五行就能治病吗 荒谬 曾义只是听着 也懒得去辩驳 他做过很多次这样的辩论 很清楚的知道这一点 就是不管你说什么 对方都认为你是空口白话 因为中医上的那些理论 西医用自己的所有方法都无法证实 无法证实 他就会认为是假的 现在科学大行其道 给了西医很大的底气 在指责中医的时候 他们会用西医的体系来驳斥中医 这其实也是一种蛮横无理的表现 就像牧师援引圣经里的教条 去指责和尚把《般若经》念歪了 是一个道理 曾义能用西医的观点跟西医辩论 但西医却另于用中医的观点来驳斥增医 就听黄天爷继续说道 再说中医 那更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中医讲什么以行补行 吃什么补什么 难道一个人的脑坏死还能吃猴脑补会来 众人都看着曾义紧张得喘不过气 这黄天爷太无理了 说是学术辩论 这哪是辩论的意思呀 这完全就是盛气凌人的指责 而反观曾义的表现 众人就觉得曾义很了不起 因为人家太有气度了 并没有因为学术之见就暴跳如雷 而是一副倾听和谦卑的态度 众人虽然不懂西医 更不懂中医 但却懂得做人的道理 一个真正有学问的人 是绝不会拿自己的知识体系 去评判别人的对错 就见曾义微微一笑 黄师兄说完了 黄天爷副手坐在那儿 先说这些吧 作为中医 对此你有什么要解释的 曾义也懒得指出对方 对中医的错误理解 黄天爷根本就是对中医 一窍不通的人 对与错 对他来说 其实都是错的 曾义笑了笑 问道 听说前几年 有科学家对宇宙进行了称重 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说目前我们所能观察 和检测到的东西 只占宇宙质量的5% 黄天爷点了点头 指证说 不到5% 实际上只有4.6% 到4.7%之间 好 那我就用这个科学结论 来谈一谈 我对中西医的看法吧 我们可以 把这能观测到的4.7% 称之为有 其余95.3%的事物 称之为无 这样的分类 黄师兄没有意见吧 黄天爷又点了点头 那用任何办法都检测不到的 9成5以上的事物 对于人类来说 倒是可以称之为无 反正存在 也只能当作不存在 就听曾义又说的 我自己的观点 西医是从有入手的 科学的观念 以及实验基础的支撑 决定了西医研究的是有 医治的也是有之病 而中医跟西医最大的一个区别 是中医承认无的存在 他认为人体的疾病 很大一部分是由无造成的 虽然中医也跟西医一样 没有办法找出这些无 但中医认为 还是可以通过一些办法 比如妄气 诊脉 来检测到无的状态 也可以通过一些手段 比如中药 针灸 来调整和恢复 无的正常状态 从而达到致病的效果 这就是我对中医西医区别的 一点粗浅看法 让黄师兄见笑了 曾义笑了两声 随即举起杯子 自己饮下一杯 在场的众人 竟然都有些没回过神来 曾义这段话虽然简单 却蕴含了一个很大的哲理 而且还符合中医上的阴阳之说 黄天爷有些出神 本想把曾义一下子拨死的 没想到却让曾义 用科学的结论 把自己给僵死了 曾义的话很明白 一下就指出了 中西医最根本的区别 两种医学体系的入手点 根本就是不同的 西医所研究的部分 不过是占了5%左右的部分 凭借对5%的了解 就质疑95%的错误 这是很荒谬的 甚至西医还没有 把这5%研究明白呢 否则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绝症了 宇宙之理便是万物之理 没有什么道理能高过宇宙之理啊 水木烟第一个反应过来 他举起酒杯说道 曾少我敬你一杯 听君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啊 这可是他由衷的佩服 他觉得曾义这人不光是气度的 而且学问也大 能说出这番有无的见解 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而相比之下 那个什么世界级的脑外科专家 就有些可笑了 曾义呵呵笑着 过于了 过于了 他举杯 跟水木烟碰了一下 他发现 这个女明星也是有意思 一般人就是 你对他讲了 他也未必喜欢 听这番话 黄天野 还想再找出个理论 来驳斥增议的说法 可一时半会儿 很难像增议那样 拿出极有说服力的 科学依据出来 而顾迪大感畅快 不愧是曾义啊 一个简单的数字 就能让嚣张高傲的人 哑口无言 他拿起酒杯 来来来喝酒 这个时候不喝酒 怎么可以呢 而此时包间门口 又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 喝酒要是少了我老董 怎么可以呢 众人抬眼看去 就见董立扬大步走了进来 静止来到曾义身边 伸出手道 曾局长 立临东江 我老董有失远迎 实在是太怠慢 太失礼了 我先自罚三杯 曾义站起来 跟董立扬伸手一握 董总这么说 就是在赶我走啊 董立扬哈哈笑着 哈哈 我老董就是长十个胆子 也不敢赶曾局长走啊 您可是请都请不来的贵客呀 那这罚酒 咱们就暂且记下 一会儿我陪曾局长喝个痛快 水木烟几个人 心中再次暗暗惊讶 刚才黄天野跟曾义辩论的时候 已经揭穿了曾义的身份 他不过就是一个大夫 可怎么一转眼 就连东江 名副其实的地头蛇 董立扬 也要对曾义陪着客气 来晚了竟然还要自罚三杯 要知道在这满东江省 能够罚董立扬酒的人 可也没几个呀 水木烟赶紧起身 跟董立扬打了个招呼 董总 没想到在这儿能够见到您 真是高兴啊 董立扬呵呵笑着 缘分啊 都是缘分 跟众人认识了一下 就坐了下去 哎呀曾局长 我还准备下周去南疆看你呢 南云县的事 项目组的人都跟我汇报了 曾义笑着说 行了 你是存心的吧 都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不不不 我知道南云的事之后啊 我劳董心里对你只有敬重 说句心里话 伤害臣服三十年 曾局长可是我老董最敬重的一位官员 舍生取义 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 我敬你一杯 董立扬说完一饮而尽 曾义自情处分的事 他知道之后确实有些意外 董立扬是去过老熊乡的人 当时是什么情况他最清楚 曾义官不大 但能在那么低的位置上造福一方 这可比常人要付出更多 现在又为了南云新的大局而自情处分 他可是真正把百姓福祉和投资商利益 装在了心里啊 长篇小说首席一观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听 明天同一时间